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都说,东吃萝卜,下吃姜 殊不知,橙皮也是一味良药 民间甚有盐 一两橙皮,一两金 百年橙皮,剩黄金 为何貌不惊人的橙皮 能够收到如此的赞美 中医认为橙皮胃苦,心性温 有礼器,健脾,肇湿,化痰的功效 常用于缓解往复脏慢 死少吐屑,咳嗽痰多等症状 即使不做也要用 平常拿来食疗也是极好的 懂得养生的广东人知道橙皮的好处 橙皮居广东人就像辣椒居四川人 层处居于山西人一样 会养生的广东人家 这么温热的天气 不用辣椒去湿 只需要用橙皮就好 无论是泡茶,煲汤,做美食,炖肉 还是做甜品 都离不开橙皮 常年吃橙皮身体骗化太大了 经常用橙皮泡水喝 橙皮中含有果胶 能够降低血脂 延缓动脉硬化,让血管越来越年轻 而且橙皮提取物中有明显的清除 养自由基的作用 对于保护血管有着帮助 另外橙皮还能够输肝理气 改善情绪 中医认为橙皮胃苦,吸引温 具有可以理气,输气的功效 多吃可以改善不良的情绪 让你心情舒畅,心情宽阔 橙皮和它搭配 可以很好的降血脂 清理血管垃圾和促进血管健康 我们先把橙皮用清水清洗干净 接下来再准备15克的山楂 山楂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食物 它的口感是酸甜 深受大家的喜爱 山楂不仅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山楂中的环童类物质 能够扩张血管 预防心血管疾病 山楂中含有的成分 也能够起到一定的降血脂 降血压的作用 预防高血脂 高血压造成的动脉硬化 以及血栓 山楂也能够促进心肌收缩能力 缓解心脚痛 山楂能够促进脂肪内食物消化的功能 山楂也能够促进胃液分泌 增加成为消化能力的功效 山楂所含的环童类和维生素C 胡萝卜素等物质 能够阻断并减少自由基的生成 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有防衰老 抗癌防癌的作用 山楂我们用清水多清洗两遍 因为它在晾晒的过程中 多少灰尘还是吸附有的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两克左右的甘菊花 把它放入碗中 加入清水把它清洗一下 菊花是我们常用的一种中药 菊花中富含多种矿物质元素 而且菊花能够清热 止藕 止晕 用菊花泡茶饮 能够促进胃肠道蠕动 使分辨在大肠结肠 荼豆流的时间变短 所以菊花茶对于减肥 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 另外菊花 幸为肝寒苦 主要的功效是 抒风散热 清肝明目 和清热解毒 平时风热感冒 肝火万胜 导致的目测肿痛 煩躁 易怒 肝炎 上抗 导致的头痛 头晕 血压升高 等 都可以用菊花来泡水喝 接下来再准备几颗红枣 红枣是我们常见的中药 同时它作用于食物 枣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 并可抑制癌细胞 药理研究发现 红枣能够促进白细胞的生成 降低血清党固醇 提高血清白蛋白 保护肝脏 红枣中还含有一只癌细胞 甚至可使癌细胞 向正常细胞转化的物质 对病后体虚的人 也有良好的滋补作用 红枣所含的卢丁 是一种使血管软化 从而使血压降低的物质 对于高血压病人 有治疗的功效 红枣还可以看过敏 除腥臭 怪味 宁心 安神 抑制 健脑 增强食欲 我们用清水把红枣清洗干净后 然后用剪刀 把果肉剪下来 红枣盒非常的燥热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去除 接下来再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养生壶中 然后再加入大约900毫升左右的清水 这里面的食材 我们可以反复的煮上两至三遍 然后再用花茶键给它煮上25分钟以上 如果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多煮一会儿 这样里面的食材才能够完全的把营养物质释放出来 视频制作不易 您的每一句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或是在下方留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这道茶喝起来带酸味 有一股淡淡的橙皮清香味 特别的好喝 我们可以全天带茶饮用 25分钟之后 我们这道茶就已经煮好了 看着颜色也已经明显的变身了 这个时候关掉电源 直接倒入杯子里面就可以喝啦 建议大家最好趁热饮用 这样效果会更佳 最后碗茶里面加入一点点食盐 用勺子搅拌均匀 加入一点食盐不仅可以清理胃火 清除口臭和口中的苦淡无味的现象 还能够增强消化能力 增进食欲 清理肠部累热 橙皮三扎茶可以软化血管和扩张血管 三扎具有健脾消失的作用 三扎除了健脾消失 还有降血脂的作用 三扎可以降血压和挡固醇 促进肠胃消化 软化血管 抗氧化 抗自由基 清理血管和修复血管内壁 也有很大的作用 能够促进消化 清理体内过多的脂肪 降低挡固醇 这样让体内的血脂成为降低 能够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橙皮具有礼器 健脾 除痰 化湿 清洁血管的作用 橙皮和三扎搭配在一起泡水喝 对于疏通血管这方面有帮助 染指搭配可以加强清洁血管垃圾和促进血管健康的作用 能够活血 化瘀 促进毒素排出 减薪血管的负担 让血管干净不堵塞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